160 信報財經新聞 港珠澳橋打通經脈珠海西區新盤兩年漲價58% 2015年7月11日神州置業A11週六地產專題神州置業 受惠港珠澳大橋工程預計最快於2017年落成 珠海對外交通將大大改善 由於珠海市中心向周區發展漸趨飽和 當地政府致力拓展市西的斗門區 帶動區內住宅樓市向好 萬科企業02、202及時代地產01、23、3等發展商 亦率先進軍珠海西區 扣入地培發展 時代地產旗下的新盤時代傾成正是該區的熱賣盤之一 對比01個於2013年開售的新盤 該區新盤樓價在短短兩年內急升57.5% 今年4月 珠海橫琴自謀遍區正式掛牌 成為推動區內樓價的動力 珠海樓市吸引力大增 發展商曾經推盤應時 以中世價樓盤最為搶手 其中廣東省珠三角地區發展商時代地產的新盤時代傾成 位於珠海西區斗門的白礁鎮 該區可算是珠海市的名譽之聲 由九州港前往時代傾成約交通暢順 車程只需約40分鐘 時代傾成樓黃赤價1103港元該樓盤去年 錄得銷售如千貨的佳值 項目分三期發展 第一期共有十藏住宅大廈 去年初首度開賣 五月中增在港舉行展銷會 推售單位實用面積829至1195方尺 每個單位均賦連裝修 樓盤代理中原地產指出 展銷會推出的20貨於兩天內全數估稱 屠現1,500萬元人民幣 約1,873.4萬港元 平均每貨售價75萬元人民幣 約93.7萬港元 一期所有單位以於去年孤稱 預計今年底落成 去年第四季至今 發展商速度在港驅售第二期 並計劃7月再來港展銷第二期最後一批單位 主要為三房戶 實用面積972及1,002方尺 發展商表示 今次推出的全部圍高層樓黃 預計售價每方買9,500元人民幣 以每方尺計約1,103港元 平均每單位售價可能上橋至90萬元人民幣 約112.5萬港元 交五月來港銷售時交加20% 中原地產表示 時代傾城第三期共有23藏住宅 預計今年底開售 受惠於內地減息 近期該區交投量上升 樓價亦上漲 時代地產透露 於時代傾城緊一階資格的另一個大型新盤 2013年開售時 赤價緊約560元人民幣 約700港元 如時代傾城今年開售第二期時 赤價達882元人民幣 約1,102港元 反映短短兩年內 該區新盤樓價已急升57.5% 周邊商店小交通未完善就現場所見 時代傾城的四周 大多為興建中的地盤或空置土地 只有小量小商店及餐廳 也未見有大型商場 據了解 該區居民大多前往珠海口岸等購買日用品 一般車程約40分鐘 但傍晚6時左右珠海大道交測開車 車程或約需1.5小時 有參觀現樓的准買家表示 項目質數不足 為交通頗為不便 所以仍在考慮中 時代地產發言人表示 項目將有8.6萬方尺商用樓面 預計2017年落成後 可解決區內居民日常生活所需 據悉 珠海西區為當地政府近年主力發展的地區 其中白礁鎮更是住宅供應重鎮 區內有多條高速公路貫通 以時代傾城為例 前往珠海金灣機場約需25分鐘 加上珠海大道進行改建 預計區內交通將日趨完善 神州事業號周六地產專題神州置業珠海西區 新盤兩年漲價58%港珠澳橋打通經盟 我们下午餐湊 前往珠海風 14 20 20 2000